第三是說聖像話的二 因為聖像話是為我們 bådaa 第四是聖像話的額色 第五是說東方的十年代文明 最後我會介紹一個來過香港的 狼馬尼亞聖像話 她是《帕斯蒂娜》的19 是二年四年和學生在香港 但我看過這部份是為我學正像話也有啟發性 所以我放進去跟大家分享一下 歷史原價其實是正像話 如果大家有去過羅馬朝聖 我想大家一定都不會去 一定會去Petiton地下物業看那些古事的物體 不好意思 先阻一阻 Alesser 你可不可以用咪 我想收到未來的同學們都可以聽到 請你用咪 地下物業有很多在牆壁的隊伍 有很多這樣的性像話 那時候就不是叫性像話 它們是一些象徵 像這個 這個就是 其實每一張性像話都是一個聖天背景 這個和這個都是在《創世紀》裏面 是關於諾鴉方舟的 諾鴉就洪水滅世 因為天主說那些人太過罪惑了 於是就洪水很多人想滅了這個世 但是諾鴉是一個熱人 於是天主就見他做一個方舟 只有他們的家人是不救的 當洪水退了之後 諾鴉就放一隻鴿出去 看看水都退了 於是去到鴿 鴿子初初都是沒有東西摸回來的 因為地上的水還在浸 幾次之後呢 他丟了一個綠色的 應該是鴿子回來 證明地那些水要退了 可以生長植物了 這個就是講綠鴿子 這個都是跟這個 這個都是關於這個故事的 這個就是十字架 還有 I'm sorry 這個也是一個聖集的標示 四世紀之後 教會統一人的形象 來描繪耶穌基督聖母或其他成人 漸漸取代了原有古希臘或羅曼的藝術 這些作品就被統稱為聖像畫 Icon 那聖像畫到現在 其實已經有千多年歷史了 那當初是建在俄羅斯 羅馬尼亞 希臘錦地的東正教堂 同樣的形象 細節 容色 文字 到繪畫材料 和畫的程序 都是有很嚴格的規定的 當中對這個聖像傳統的尊重 也是一份信仰的執著 什麼叫聖像畫呢 聖像畫 希臘原文其實是叫做Econom 是Image 肖像的意思 聖像畫其實是二維度的 但是很多時候很奇怪 我看到聖像畫其實有個3D的效果 這個就是聖像畫的一個很獨立的特色 是教會用來表達信仰的 也都是教會的神事 什麼神事呢 就是超越現世的 我們透過聖像畫看到末世 即是說將來末世是怎樣的 通過這個聖像畫 表達末世的景象 也是神和人一個溝通的渠道 它可以提升基督徒的信仰 使我們更能夠下方主耶穌基 以及下方其他聖人的方表 聖像畫是教會的信仰 好像一本聖經一樣 在東方教會傳統裡 聖像畫是寫出來的 to draw an icon 我們不說 to write 不是to draw 是寫出來的 教會的聖傳 也是教會聖傳的一部份 是基督啟示的傳遞途徑之一 在東方教會裡面 其實我聽過 那些人說他們的道理 學那些武道 他們是用聖像畫來教的 因為聖像畫裡面 其實已經包含了聖經裡面的熟識 好像這一章 他們說聖母安眠 我們就會說聖母聖天 他們就是這樣 用這些聖像畫來學 學道理的 聖像畫是一件神聖的事物 它是天主臨在和神人的接觸 它是一個標記 但是它和所描繪的日 譬如這個是耶穌 其實本質上有分別 這個其實是 我如果舉個例 譬如是聖體聖事 其實它是一件聖事 也是一個標記 是一個有形的標記 去表達天主對我們的恩寵 其實那個未曾觸食的麵餅 觸食了之後 變成了耶穌基督的體血 這個就是一個標記 而一個未曾觸食的標記 也都是聖像畫的標記 但是它答應我們去看到聖像畫裡面的聖人 即是一個這樣的標記的成績 也都是剛才所說的 是一個通往天堂的窗門 A window to heaven 它因為為什麼呢 它不只是一個圖像 而是在信仰裡面 是天國的倒影 就是說透過聖像畫 我們可以看到 末世天國的模樣是怎樣的 透過了它們 我們可以看到天國的景象 看到信仰的真理 和真實的事物 但是聽到畫 它是不寫實的 我們看到它跟人的比例 但是有些不太符合 這些就是因為末世天國 就是這樣的形象 即不是我們現在所理的 見到現世的東西 不是這一種的描述 是現世和末世的交跡 聖像畫是邀請別人誠聖 以及邀請我們去祈禱 聖像畫不單是一個宗教的禮術 亦是供別人欣賞 而是透過這個畫 我們跟耶穌或其他聖人 建立一個深厚的感情 聖像畫邀請他們去祈禱 幫助我們去默觀畫裡面的人 以及他們要給我們那個信息 聖像畫不單是人認識聖人 要邀請我們誠聖 因為耶穌基督是天主 只有我們人聖物天主聖 他來這個世界放生為人 提升到我們人聖 給了我們人聖一份很特別的尊嚴 因為我們人是由天主的聖像所造成的 而我們是可以 我們先紀念有一個討論 我們可以自己成聖 可以聖化他人 也可以聖化世界 正在也有這樣的意義 中間這個呢 這個呢 我也想講講 因為這一張聖像畫 比較少見 其實Barry有一次給我 我覺得很特別 這張聖像畫 其實是講耶穌和他的朋友 旁邊他的朋友 這個朋友的名字叫做聖馬米拿斯 他其實是和耶穌差不多時期的人 他是在第三世紀 曾經是一個羅馬的兵 後來他領了洗 於是他就退了憶 於是他就去了修道院 就專門祈禱 耶穌這幅畫像是出自埃及裡的一間隱修院 現在是存在巴黎的羅法宮裡 這幅畫是時時用在太宅祈禱會 就用這個 我就覺得挺特別 於是就將它編入 這是東正教堂裏面 有很多聖像畫 他們由一路低到很高的 他們叫這些畫 聖像畫平方 叫Icon Scream 現在我們介紹一下 聖像畫裏面 人的features 和普通話有些不同 有些甚麼不同 這邊有眼睛 眼睛有大和有腎 表現了畫裏面的人的強度 代表他已經看到 不是現實的東西 其實是看到天國裏面的神仙的事物 如是嘴 嘴是比較小的 他寓意就是 嘴不是需要食物來維生 為甚麼呢 因為出自聖命69章 其實第十一節也是打錯了 它是禁慾自己 因為通常 譬如舉個例子 我們四巡旗 都有一個意思 我們會是客氣 我們會吃少些東西 或者是簡單些 為了將剩下的錢 我們可以周制一些窮人 就是這個四巡旗的意義之一 他成人的嘴 通常嘴唇都很薄 嘴唇很薄薄的 額頭 額頭看起來好像有些凸牙 有些光澤 好像有些失真 其實他是表示 這個聖人畫裡的聖人 他的智慧很有智慧 他沉思了一些神仙的事物 天上的事物 講到守勢 那些手指 他發覺是很收長的 不同我們一般人的神仙 而且他是比較上 為了吸引 看畫的人的視線 以及提升我們靈性的經驗 耶穌的 或者聖人 通常是耶穌 他的手是會這樣 為何這個手勢會這麼特別 好像有個衣服 這就是代表天主的三位一體 天主、聖父、聖子、聖神 這就是一個三 而是代表耶穌的兩聖一位 也就是耶穌的天主聖和人聖 表現到英文字幕裡 好像一個ICXC 這代表耶穌的基隆人的簡舍 有時可以見到他 就是兩個手掌打開的 這代表祈禱 天使 我們畫天使 這裏有些是發結的飛出來 那是代表什麼呢 代表天使他那種純真的冠冕 他們就把頭髮固定了 可以集中精神去做一些比較祈禱的事 人的形象畫 人的形容 通常是有正面的 正面就是等畫中的人 能夠和聖像畫有一個很好的溝通 通常阿Mike也有說 你看著他 你無論什麼角度 都會覺得他好像看著你一樣 也有時會用一些四分三面的側面 這一種都是要求人 正正畫去建立一個共融的關係 如果是關於建築物那些東西 就是會不規則的 好像看這個桌子的腳 通常我們會是平衡四邊形 但他畫一個不規則的形狀 是代表表現的 不是這個真實世界的模樣 這個就剛才說過 就是ICXC 是耶穌基督的宿舍 而在耶穌或者聖人的光環裏 有些英文的字母 是O、W、N 意思是指the being 這個being 在節落裏面 我們人都是b形 但我們是細草的 天主是absolute being 一個絕對的存有 所以他的b形是大寫的 在出波紀裏面 就是講我是自有者 I am who I am 而是代表聖母的 背影像M、P 或者C、O、V 代表天主之母的宿舍 而顏色也是有意義的 金色是代表神聖 一個無限的領魅 白色是代表崇烈 藍色是代表天國的榮耀 草紅色是代表高貴的象徵 其餘還有一個手勢 就是表示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因為講耶穌基督 通常我們有時會寫 牠是拿著聖天的 有時會打開的 打開就是代表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都可以合起來 用這個手勢代表身為一體 和耶穌的兩色一畫 現在介紹大家的聖像畫 這就是剛才所說的ICXC 耶穌基督 這就是剛才所說的WON 我是我真是雅威 這是聖母的天主聖母 還有天主聖母 其實我們也有一個名稱 稱呼她做彈神女 在中國教會他們稱呼她 這就是天主聖三 那個排列就是聖子在中間 聖父在左邊 聖神在右邊 我們怎麼可以看到這個排列 因為中國人很奇怪 中國人通常說中間那個 就是比較重要的人 通常是在中間 但是這張天主聖三就是這樣排列 怎麼可以看到呢 因為耶穌裡面 通常我們畫 裡面那件衣服都是暗紅色的 代表它是殉道 它流血為我們死 十字架上殉道 所以它裡面那件衣服就是暗紅色的 而外面這個是藍色的 通常來說 這個藍色是代表一個榮耀 而你看看聖子和聖神的一個頭 都是向著聖父的 是代表一個尊敬的 而在耶穌的前面 我們會看到一些聖體 一個聖杯聖像 通常是指 就是這樣排列的 天主聖三的icon 中堂 還有其他聖人的畫像 這個就是聖遺漢子 左邊 中間那個就是聖安德納 而在右邊的是聖伯多禄和聖保禄中堂 現在我們來介紹一下 東方禮教會的十二大慶節 其實看回我們天主教的羅馬禮 每一年教會都會出這本書 其實這十二大慶節 在我們羅馬禮書都有的 但是東方禮教會是特別注重這十五大慶節 第一個就是復活節 復活節是慶節中的慶節 因為復活來說 對我們基督信仰很重要 因為如果基督沒有復活 我們的信仰就落空了 聖保禄中堂這樣說 所以這個復活節就是慶節中的慶節 是十月二十五號 這個是耶穌基督的聖誕 通常我每一個慶節都擺兩幅icon 這兩幅是不同時代的 他們畫畫的畫風都是有些不同的 一些色彩比較豐富一些 這些是兩個不同時代的聖像畫 但都是檢視基督聖誕的聖像畫 另外主顯字就是1月6號 記得我們去年畫這張很金 這張就是很大幅 我們每個都有這麼多 你看看又有天使 又有聖約翰使者 又有山、水 我們每個一看那張畫稿 我們幾乎民輝 但是大家都能夠完成 這幅畫真的為我來說 都覺得很有意思 為什麼自己會自己可以畫到呢 你真的不是說祈禱 不是說求天主 沒有可能畫得到 這裏我想說 其實那些天使的手是否遮住了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要接待這個是天主子 所以他們的手是不可以露出來的 這是一個攻擊的意思 你看看他們也有些譽 這個聖約翰使者 這個是比較 它還有中文字的 它有些中文字一直表示 都是表示兩個不同時代的聖像畫 另外就是獻耶穌於聖殿 2月2日 你看到 這個就是比較古 看起來好像比較古古 你看到耶穌 看到聖約室 還有這一幅呢 我們看到的是 這個阿納先知 這個就是紮加利亞 為什麼知道呢 因為我們福音裡有說 紮加利亞見到天主 見到耶穌的聖益 於是他就祈禱說他現在可以回去 他可以死亡 因為他生存目的就是 見到天主子降臨 而這個阿納是女先知 接著就是耶穌顯聖容 8月6日 我們也看到兩幅不同風格的聖像畫 這一張其實顯聖容有三個人 耶穌帶了聖白多磊 帶了瓦伯伯伯 帶了約翁 但是這幅聖像畫 只是表現了兩個人 這本是耶穌榮進耶路撒冷 就是聖之主日 你看到聖像畫也很豐富 那些弟弟把那些衣服鋪在地上 因為耶穌騎著那個老仔進去耶路撒冷 因為古時如果大家去過耶路撒冷 以前那些路是沙石的路 於是為了供應耶穌 所以把那些衣服鋪在地上 讓祂不要滑腳 這就是耶穌升天 上星期就是耶穌升天的主日 然後今天就是聖神降臨 我們看到 這幅的顏色比較清晰 我們看到聖母也是中彈的 這就是聖母誕臣 9月8日 大家應該很熟悉的 這是聖母領報3月25日 兩國不同的 加給聖母告訴聖母 她要懷孕聖子 這個是獻聖母於聖殿 東方教育裡 其實對聖母的聖母的聖母 就是聖母升天 不看到所有的宗徒 說聖父在旁邊 這就是聖神降臨 也是今個主日的聖神降臨節 我們看到這兩張不同的 就是左手邊只有12個宗徒 右手邊有聖母 這是代表聖神 而中間這個 我都看一些參謀書 這個原來是舊藥的大師祭 這個叫麥基斯特 麥基斯特 麥基斯特是一個舊藥的大師祭 《光明十字架》 就是9月14日 這一節就講完了 最後這一節就講 介紹一個浪馬尼聖像畫師 Kristina 她就是以藝術接近神聖國度 這個就是她畫的耶穌聖像畫 這個就是她畫的耶穌聖像畫 她就是聖像畫 她中學的時期 她已經給聖像畫那種色彩 這麼華麗去吸引她 她是天主教徒 但她家附近有很多東正教堂 於是她就時時去東正教堂 她欣賞這些聖像畫 她本身的職業是浪馬 文化推廣中心的主席 是導師兼策劃經理 她日常做些什麼呢 她除了教授聖像畫 也涉及其他形式的藝術創作 她學聖像畫 其實純粹出於藝術上的愛好 她想表示她對宗教那一份意識 但是由於克里斯納住的小鎮 就沒有這些聖像的導師 於是她就自學 她在網上拿一些資料 慢慢去掌握一些畫的技巧 了解每一個形象的象徵意義 她熟習之後 身邊的朋友都被她這種創作的畫風感染了 於是紛紛地跟她學畫畫 於是她就變成了一個正像畫師 其實她做這件事已經有十五年的經驗了 她說初學性像畫 我們是要從林澳人畫 前人的畫開始的 所以我們畫的性像畫 我們那個班裡的底稿 Sister會帶給我們的 我們是要 這個家裡我們不可以自己創作的 一定是林澳人的Sister帶來的性像畫 那些script 我們就林澳了下去才在那裏上色 這樣都熟成了之後 才可以自己構圖和創作 但是形象、材料、程序 用什麼的顏料都要跟隨傳統的 最傳統的畫法就是我們現在學的那種 我們是用天然的色素 用壁紋混合的彈簧去繪畫 這些就是彈彩畫 就是我們現在學的那種 即是我們學的那種是保存的 那長處就是保存得久一點 還有那個彈彩就和木板 那個Fixture 那個黏合比較好一點 還有可以更為透明的 我們在祈禱裏面畫畫的 Christina指出 由於聖像畫所繪畫的面畫 來自神聖的角度 因此在畫之前我們要祈禱 尋求聖人對自己的啟蒂 尋找適合的形象 但如何創作都好 都是要依照傳統的規格的 通常耶穌 關於耶穌的正像畫有三種形象 有聖母抱著耶穌聖英 有耶穌守則聖經 指導門徒 還有耶穌被釘十字架 被金色的聖光包圍著 在古雅的過程中 Christina也說 真實性不是重要的考慮因素 反而是你如何表達這個畫面 所表達的訊息 這些畫作都是精神上的象徵 因此會與現實有不同 例如人物各部份的細節會稍為收場 它們不是現世擁有六身的 所以是不受現世的規格所限制的 祈禱可以將畫師的平衡 以及幫助他們進入一個 真是一個畫畫狀態的途徑 它說我們需要進入自己的內在 在安長平靜的心情中畫畫 不可能在憤怒的情態之下 畫好一個聖像畫的人 不同人物的聖像畫 往我一眼可以提出 因為他們都與我們的內在如何表達 就是剛剛在說的那種 都是一個底部 但每個人畫出來 其實去到尾 每個人都不同 你們參加班 最後我們會分享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一種風格 在聖像畫畫畫上 其實她整個人的性格都改變了 她說要將聖像畫畫畫好 我們要從內在的改變開始 這種畫畫不只是要有技巧上的要求 而是對人的精神上有要求 所以我們要看這件事是一件嚴肅的事 不要說謙虛的心情 她說在長久的練習中 Prysena也感受到自己 其實是更加關心身邊的人 更加貼近神聖的國度 她這樣說 她說這個藝術創作 令她自己變得更加好 我相信你們也會 在這次訪問香港 Prysena特別跟她的學生 有一幅聖像畫 帶來送給香港 去表達對香港的記憶 這幅畫是一批為信仰犧牲 而被封聖的中國和俄羅斯教徒 她畫的方法其實都是歐洲傳統的 我們來看看這幅畫 這幅畫可以看到 這幅畫是一幅畫 這幅畫是一個主教 不可以放假 她的手勢就是耶穌基督的手勢 這幅畫看不清楚 主教的無味子和無味子 都是祝福的手勢 每一個聖人 這些人全部已經是殉怒 他們每人的手裏都有一個十字架 是代表他們為基督的信仰而犧牲 你看他們的面容 是中國人和俄羅斯人的特徵 你看背景也有這兩個國家的特徵 你看到俄羅斯的拜卿平之教堂 也有些中學平台留過教堂 一本話說 她將這兩個國家的文化 擺進聖像畫裡 這幅是羅馬尼亞的學生在暑假 和附近的學區分析聖像畫 大家看不看到這張畫 其實有四張畫 我們由左邊看電影 這個知不知道是什麼 耶穌聖誠 第三個是耶穌受洗 耶穌榮進耶路撒冷 因為那些教堂裡面很大 東裡面的畫是圓形很大 裡面可以一連結很多聖像畫 這個Christina除了畫畫 她也修補了一些聖像 那些雕像 Christina認為 其實每個人都可以成為聖像畫師 她說只要你能夠掌握技巧 用心繪畫 上主的祝福 必然會留在你身上 讓你得到更多啟發 做到更好的地步 就要看看你能夠投入多少 即你投入多些 那你就更能夠掌握技巧多些 你更能夠接近天主 她說這個是不同於一般創作 是神聖的藝術 而畫的人都要從繪畫過程裡面 感到跟你所畫的人 有一個connection 一個連結 這就是她在聖像畫 收補一些文色 幫那些聖堂裡面做這些 這就是她上次來香港帶來的 和她們的藝術 那好了 我介紹到這裏 希望換到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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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